美帝贴翔礼套 众人一起欢呼将千万订单的首批货物整货 更欢送离开台东 这次成功的与江苏无锡签下了千万订单 货品相当多样 包含台东农特产品 洛神花 咖啡 蜂蜜等等 业者更在日前就赶工出货 终于在1月15号上午将货品备齐 装上了邮局的货运车 这次透过中华邮政台东总局的帮忙 不仅以低价位的货运价格 帮助台东产品走出台东 希望可以促成台东好礼农特产品的行销 在公测会前特别举办隆重记者会 与大家分享首批货物即将出关的喜悦 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为我们台东农产 即将要第一批 这个无息的千万订单的第一批要启程 来举办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在三年前我刚上任的时候 很多人问我 说你当县长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我说我在选举的时候都有提出我的证件 那就是要让台东变成光光美帝 繁荣家园 他说这个不要口号式的 讲更直接一点 我说好 更直接一点 我要做的就是把人带进来 把东西卖出去 这三年 我想我们逐渐的做到这一点 我从三年前我就发觉台东的 其实台东的农特产品价非常多元 品质非常的优良 但是我们行销上面的努力还不太够 所以我特别在农业处改组成立了一个农产行销科 我也要我们的公车会更明确的目标 就是在招商跟行销我们的农产品 在这里我要感谢黄县长 其实通路很重要 要想看第一波出去 后续会跟着一波一波 记得我们台湾最困扰我们就是通路问题 通路打得通 农民没有什么困扰 所以今天在这里 要感谢我们的黄县长 实在管长就任务现在 尤其是天津市内心 还到去武市 还到南京去介绍台东县的管的地方 还有农特产品非常用心 这次真的非常高兴 能够参与这一次的盛会 那个我们台东的好礼 也就是我们农特产品 能够直销到大陆 这是一大突破 业者表示感谢台东县政府 以及公厕会的努力之下 促成这次的千万订单 相信有了首波成功的初级 可以让对岸消费者 见识台东好礼的魅力 首先第一个 有办法出这一批货 感谢台东县长 这么的支持我们在地的小农 感谢公厕会的郭总干事 提了我们的农产品 这样两岸三地跑 真的很感恩 然后我们很希望 这一批出去以后 有再来有更永续的 一直持续不断的 有办法这样子 持续不断的永续下去 非常谢谢我们 这次我们的公厕会 能够结合我们 这么好的农产品 能够研发 能够研发推销到五锡 到别的国家 真的是我们的荣幸 记者会上更特别公开 台东好礼logo 以气球起飞的方式 向大家宣告 未来都会以严选产品的方式 打出台东好礼的品牌 东台宣布 陈静雄 台东市采访报导